9月5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芬就近期热点话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近半小时的发布会上,有超过6家海内外媒体针对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现状、进展等话题进行提问。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芬回应,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力争取得实际性进展。 双方工作层将就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进行讨论,关于提到的参加的主要人员和议题,如果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们会及时发布。 在双方工作层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0月初举行的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 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会为在经贸磋商中取得进展而撤回之前在世贸组织对美国的诉讼? 对此高峰表示,中方目前没有撤回诉讼的考虑。 我想强调的是,美方的征税措施严重违背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在世贸组织对美方提出申诉,是中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行动。 同时,也是中方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的举措。 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发布会上高峰介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 中国也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德国企业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德两国积极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 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在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环境保护、 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权利。 据介绍,此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 中国商务部和德国的经济部将继续举办 两国总理同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 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也将召开第六次CEO圆桌会, 为新型事下深化中德合作提出意见建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